那么在中共两会的文艺界分组讨论中 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谭丽华 提到了当今中国的烧钱文化 谭丽华表示当局创造所谓文化政绩 最典型的手法就是走出去和请进来 对于走出去 谭丽华介绍 中共驻奥地利使馆的文化参赞 从去年1月到8月间 已经接待了133个中国音乐团体 这些团体中有中央级官员写条字邀请的 也有军旅级别官员写条字 和各省市官员写条字邀来的 而大部分团体都是出国镀金 他们不在乎表演有没有观众 而中共驻奥使馆人员抱怨压力太大 搭上钱都没人看 谭丽华说 这些演出让人家当笑话看 2003年 大陆歌手宋祖英 曾在著名的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举办个人演唱会 现在他也公开承认 他开了个坏头 据了解 这些走出去的文艺团体 为解决没有观众的问题 采取四五个团体互为观众的办法 也就是一个团演出时 其他三四个团的团员坐满观众席 演出时给予热烈鼓掌 效果是演出成功 谭丽华批评 这是自欺欺人 另外还有一个手法叫请进来 谭丽华介绍 2001年6月23号 北京委申办2008年奥运会 特别邀请了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 帕瓦罗蒂 多明哥和卡雷拉斯 在故宫舞门前的紫禁城广场 举办音乐会 谭丽华披露 世界三大男高音来华演出时 经纪公司的票价是每人5万欧元 他们在韩国首尔的演出费用是5万美元 但是北京付给他们每个人380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40多万欧元 60多万美元 与当今中国社会烧钱发展文化成为对比的是 中共当局在1980年代以前 公开烧毁古籍 破坏庙宇 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送到农村 接受所谓贫下中农载教育等等 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受打压的 我本人的绘画主要是画中国政治犯 良心犯 郭寶他就一再警告 这些作品是不能拿出去的 没有展览的机会 一到社会的敏感期 国家门口就为他上岗了 他们是借文化之题 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维稳的效果 共产集权的本性就是要消灭文化 所有人都没有文化 然后他们才可以利用 所谓的阶级斗争党文化这一套控制人 他们把文化消灭了之后 更有利于他们共产集权政权的形状 曾有报道说 邀请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助阵深奥 是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主意 江泽民曾在国际宴会场合 突然唱起帕瓦罗地经典的意大利民歌 在北京市中心的国家大剧院 被指为是江泽民为情妇宋祖英修建的 而舆论却批评它是明清红墙碧瓦的皇宫边上的一颗鸟蛋 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